所有人都可以在影響 我們就會講antiackeling 就是為什麼要離開了一個神會凝結 要看神人工時凝結了不行 所以要自行antiackeling抗疫數 你可以說一聽主要有什麼要留意到呢 關於抗疫數 我們首先要認識抗疫機制 Clotting Cascade 我們身體裏面有兩個機制 一個是內在的機制 一個是安在的機制 Intrinsic Factor和Extrinsic Factor 我們洗腎的時候 就是Intrinsic Factor影響的Clotting 認識了Clotting Cascade之後 你會知道下來了Heparin 或者是No Molecular Weight Heparin 那個作用在哪裏 講完這個之後 就要認識不同的Heparin 主要是Traditional的Unfascinated 它的作用是Antifrombin-free 或是加強的作用 另外一個No Molecular Weight Heparin 是製過的 它主要是對抗Factor 10A 主要我們知道Heparin的Effect Heparin的Half Life 才知道怎樣用藥 還有Antidot解毒 如果Heparin有Tonsicity 或是太長的Cliling Time的時候 你會知道用什麼藥可以去解 另一方面我們又要學 Bleeding Risk 有出現危機的時候 然後我們怎樣用藥 或者不用藥 我們會知道在什麼情況下 是很危險的 除此之外 我們會教一個Hepin-free Diabetes Hepin-free怎樣去處理呢 另一種叫Regional Happinization 雖然我們少用 但我們都要知道它的機制是怎樣 我們同樣可以在出血的病人裏 都會做這個Hepinization 最後我們都要認識不同的Clotin Time Test 我們才知道可以計得到病 Clotin Time多長 我們才去容養 主要是這些 我們要一些Heptic 即是所謂Bond素 打進身體 血就不會凝結 所以我們用這個洗血 那你知不知道Bond素 為何會令血不凝結呢 Bond素這個作用 其實是幫助身體的天然抗型因子 那個叫Antifrombin-free 這樣平時的Antifrombin-free 就會幫助血液在血管裡 留得暢神 不會凝結 它主要是在frombin 阻止它由Pro-frombin變成frombin Hepin下去的時候 主要是附助Antifrombin-free 來做抗疫的工作 所以令到Factor X、Factor X、Factor XII 會變成Factor XA、Factor XII、A 會感動的 所以它會幫助抗疫 所以有些人說 如果我們身體沒有抗綿因子 即是沒有Antifrombin-free 你打記了Heptic 也沒有用 但反過來 如果我們身體有Antifrombin-free 所以我們是有的 因為身體是平衡的 亦有抗綿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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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是平衡的 你打了Heptic 即是打了乾素 下去 那個Antifrombin-free 即是抗綿因子 這個效果 才會有抗綿因子 大約一千倍 於是就變了抗綿因子 變多了很多 於是就沒有營業 好 我們今天講這個題目 就是叫做 Anticoagulation 抗綿因子 我們用藥 就好像用了菜刀去做什麼呢 去煮菜 你用得好 切菜煮菜 你就會煮得一桌的好菜 但是你用得不好 就會受傷了 是嗎 這個工商 家庭工商 是的 如果 我們洗腎的時候 為什麼需要用這個Anticoagulation呢 就是 預防防止它 這個營業的Clotting 在洗腎的時候 我們會用人工腎 會用口管 這樣就 這些membrane 一同的血 一接觸 它就會 開始營業的機制 營固的機制 這樣 如果你沒有用藥 它很快就會失去 好像你一些流血出來 很快會變成 一些營固的血 所以如果用得好 我們洗腎就神利了 我們就可以 Dializer 用得夠久 在我們理想的時間裏面用得夠 又不用換 我們洗腎的時候 我最希望 就是洗得夠多的毒素 和水分 在目標那裏可以脫掉 如果你做得不好 那就會引致實血 做得好就不會失血 這樣呢 Clotting就引致失血了 如果病人太多藥物 就會流血了 癌症 所以在洗腎的時候 我們要很小心 用這個營固劑 但是洗腎的病人 也都有它的不同的需要 它叫做 Urea很高的時候 它的寒冷時間是長的 你要知道 所以用藥物很小心 有些人 做完手術 或者做完一些 Invasive procedure 也都會有出血的傾向 有些人跌倒 如果跌倒頭 出血就會增加intracranial pressure 如果洗腎令出血 它會致命的 因為壓力大 它沒有訂走 這樣 如果用得不好 也會影響洗腎的成效 這樣 你中途又要換人工腎 換喉 這樣就引致增加你的cost 病人的危險性 也會提高 我們洗腎的時候 有幾多種防止營結的方法 就有這裏 Standard anticoagulation 通常我們是用Heprin 我們叫做Unfrescentated Heparin 即是沒有經過提煉 第二個就是經過提煉的Heprin 叫做Low Molecular Weight Heparin 第三 我們用少些Heprin 叫做Tight Heparinization 在普通的Heprin 和Low Molecular Weight 都可以用得到 用少些 另外一種叫做Regional Heparinization 就是在洗腎的喉管外面 加了人工腎 在那裏 我們才要防止Clotting 到入回去 那些血 入回身體的時候 我們下一些藥物 這樣對抗之前的藥物 令身體不會受到藥物影響 不會影響Clotting time 只在外院加藥 這也是技術 另外一種叫做Heprin-free 我們不用Heprin 但我們都會洗到的 有些在這情況之下 我們都要做的 現在就有一些叫做Heprin-grafted Dialyzer 我們不用Heprin 它用我的Dialyzer 它都不會Clot的 這些幫到我們日常很多的運作 好 我們用日前 我們要明白 那個Clotting mechanism 這樣 這個Clotting 我們叫Fombus Formation 人體那裏可以有兩個Path Bay 一個叫Intrinsic Path Bay 就是好像那些血 經過接觸一些外來物質 好像那些Membrane 那些膠管 那樣 或者血裏面 它會 那些血流經那些Vessel的時候 會有一些Plex 那些阻礙 也都會start這個Intrinsic Factor 亦叫Contact Activation Factor 那另一個叫Extrinsic Factor 就叫Tissue Factor 就是Direct Injury 當你切傷手的時候 它為什麼會凝固呢 就是這個Path Bay 這個跟Paylet 跟Paylet一起做的 那所以呢 這個洗腎的時候 就不是這個Path Bay 是這個Intrinsic Path Bay 我們先說Intrinsic Pathway 這個我們叫做一個Cascade 即是叫做一個機制 一層一層的影響下去 那Clocking Factor有多少個呢 我們身體 現在發現最少13個 那我們看一下這13個Path Bay 怎樣來到呢 有作用呢 來到是呢 令到這個Plotting 這個營結發生的 那我先說Intrinsic Path 就當這個Membrane 接觸血的時候呢 就會刺激到Factor 12 變成Factor 12A 這些呢 全部都是enzymatic reaction來的 是一些酵素酶的反應 它平日是不動的 但是呢 當它接觸的時候呢 它就會呢 由Factor 12變成12A 即是Activated的Factor 12 它Activated之後呢 它就可以一連串的活動下去了 那它下去呢 就影響Factor 9 到Factor 9A 那一路呢 就活躍了 活躍呢 剛剛是11 現在是9 9之後呢 加上8 8 變成8A之後呢 就一起呢 又影響10 變成10A 10A呢 這個5再加上下去呢 變成5A呢 就會將Profombin 身體裡面有Profombin 就是Activated 變成Fombin 那Fombin呢 就會幫Fibrinogen呢 變成Fibrin 就是一個Soft Clock 然後呢 然後呢 再有一個 1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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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後呢 就變成一個 Hard Clock 就是這樣完成了 那這裡 你見不見到有Factor 1 Factor 2 Factor 3 Factor 4 沒有呢 其實呢 Fibrinogen呢 就是Factor 1 Profombin呢 就是Factor 2 Factor 3 就是Calcium 這樣呢 在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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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ctor 8 變成Factor 10的時候呢 會加一個 Calcium Iron 那個Factor 3 那Factor 4在哪裡呢 Factor 4呢 就是Tesule Factor 來的 就是Extremesive Pulse 就是Tesule Factor 這個Factor 4 當你呢 皮膚受損的時候呢 Factor 4呢 就會受刺激 就會影響到 Factor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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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7 8呢 就會影響到 Factor 10 變成Factor 10 8 那所以我們明白這個 營血機制的時候呢 我們知道 我們有什麼藥物呢 可以影響哪一個位置呢 就可以防止這個 plotting發生 阻止它 阻止這個 plotting發生的 這樣呢 這個你 記得 有個Factor 10a 在中間 待會呢 有個藥物呢 叫做Lowman Clear White Heparin 就在Factor 10a那裡 阻止它 這個reaction 那麼 Heparin呢 在哪裡呢 Factor 12 Factor 11 9 10 這幾個地方呢 是阻止它的 阻止它 由Pro方面 變成FromB 這樣 阻止了這個Pathway之後呢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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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不會發生了 好了 那這個 剛才就是我們說了 這個 這個 Calcium Iron呢 在這個 和9a 和8a 呢 影響到 Pro方面 變成FromB 在這個Pathway 好了 對了 所以呢 我們這些病人 我們了解它是屬於哪一個問題的病人 有沒有Risk 有沒有Risk Factor 我們才可以考慮用藥的 就算它呢 平日呢 它 它 用很多次Hoporin 但是呢 每一次呢 我們都要問它的History 有沒有跌傷 有沒有Hematuria 它會告訴你 有流牙血 有撞到頭 有GI bleed 有大便黑色 我們全部都要Alert 全部呢 這些呢 都不可以用Hoporin 或者是用小一點的 這樣 有不同的Condition 我們都要好小心 那我們呢 分開去四個Class 一個 非常High Risk 是完全不能用的 就是Active Bleeding 剛才我講的那些 Hematuria Pericarditis 這個 Merlina 或者Celibre Hemorrhage 那些全部都不能用 High Risk呢 就是停了血了 停了流血三天 少過三天呢 一至三天呢 都是High Risk的 都不能用的 都不能用的 Moderate Risk呢 就是三至七天 停了 這個考慮用少些 多過七天 叫做Low Risk 那就開始可以自由地用藥了 那我們用藥呢 我們是Balance 在Over Anticoagulation 和Under Anticoagulation 那裡的 有時呢 我們會落太多 有時呢 我們可能會落太少 太多呢 我們會影響它出血 病人會出血 做完 如果太少呢 會有Clock Formation 塞住一套喉管 病人會失血 也都洗得不好 如果塞了部分的Dialyzer Membrane 或者 提早收機 下次再洗 這些都 non-effective 浪費錢 那也都增加 整個work load 在中間要換喉 換人工腎 這樣 也都影響到Dialyzer reuse 那我們首先呢 就說 用Heparin先 用Heparin呢 我們平時的Heparin 叫做Unfresinated Unfresinated的意思呢 即是說 它是天然這樣提煉出來的 就是 在牛的肺 豬的腸 那裏提煉出來的 那它的Half Life呢 就是 三十分鐘 至一百二十分鐘 即是半個小時 至兩個小時 這個呢 在我們來說 是屬於短的 我們洗腎呢 是洗多久呢 四至六個小時 那樣呢 它的Half Life呢 很快的 它半個小時呢 有可能 它就跌剩一半的功能了 那所以 下Heparin的時候 我們也有個技術 那如果太多Heparin呢 它會 prolong這個blading 如果不夠呢 有這個阻塞的發生呢 那Heparin的 它的action在哪一處呢 它就呢 剛才我講過呢 它在九十十一十二 其實呢 它是跟這個 Antifrombin呢 是一起 來是 產生作用的 Heparin有了身體之後呢 會bind to 這個Antifrombin3 Antifrombin3呢 就是人體的 自然的機制來的 身體裏面呢 大部份人都有的了 就是這個呢 為什麼你的血呢 在身體裏面 是不會clock呢 就是因為 有這個Antifrombin3 在這裡的 那它平日呢 它是很 就是它很慢慢的 沒有什麼反應的 但一下了Heparin之後呢 Heparin黏住它呢 它的反應就很大了 可以超過 一千至三千倍都可以的 所以呢 它的action呢 就是在Factor9 10 11 12 一連串這樣呢 控制身體的clotting 就是阻止它 那如果有些人呢 那如果有些人呢 Antifrombin3 deficiency呢 下Heparin呢 是沒有反應的 那所以呢 你要知道呢 就是有些人呢 是對Heparin是沒有反應的 因為它有個病在那裡 那我們下的時候呢 我們叫做Systematically 是全身性的 當你呢 那些藥進了身體之後呢 全身性的clotting time呢 的clotting time呢 都會提高的了 那所以很小心啦 如果某處傾向出血呢 它都會出血的了 那這樣 那全身性提高了之後呢 它帶出來的血呢 它就經過那些 Mambrane Dializer呢 它就不會clot 那這樣呢 所以要用在什麼病那裡呢 Stable patient 沒有blading risk的patient 那怎樣下法呢 我們需要呢 Based on clotting time 就是科學化來講呢 我們呢 Rental Unit呢 就應該有個 Clotting time machine 去檢查的 那這樣呢 有些人就說 它是下藥呢 我們是根據body weight 但是呢 下Heparin呢 就根據這隻藥的sensitivity 因為不同了 它的sensitivity都不同的 那我們的target呢 就是增加baseline的activated clotting time 呢 就1.5至1.8倍 那這樣 那最後收機的時候呢 就降到1.4倍 那Heparin呢 我說半個小時至兩個小時 它有Half Life 那這樣呢 就一兩個小時後呢 它應該是減低它的作用的 那這個技術呢 那這個技術呢 就是呢 開始的時候我們給了 Bolus的Heparin呢 那等它呢 Clotting time即刻提升的 那跟著我們呢 要給個Constant的Heparin Infusion 那Heparin Syringe這樣下去的 就呢 因為呢 Heparin本身呢 都有Consumption的 就是你一路時隔過的時候呢 那所以呢 一定呢 是給個Heparin Infusion 呢 來到呢 補充回的 那如果你有Consumption做呢 呢 你檢查到 它現在呢 那Consumption呢 是升了的時候 要怎樣做呢 就是呢 停了Heparin Infusion 等它降低了 降低之後呢 那個Maintenance呢 減低一點 那就是 保持在一個 safe的Level 如果它跌得低 安全的標準的時候呢 就要馬上給個Bolus 馬上等它升的 馬上升了 Consumption 然後再給個Maintenance 那其實是這樣 那收機前呢 半個小時至1個小時呢 我們就要停了Heparin 那樣呢 因為呢 它那個Consumption呢 就在Half Life呢 是半個小時至2個小時內 那所以半個小時停 那減低了 它的ACT度 1.4倍 那這個呢 就是我們看呢 我們那個Heparin呢 我們那個Heparin的Bolus 這個呢 就是1000 那個Maintenance是12個Unit PerHour 那這樣比的 那如果呢 那你需要停呢 就是在洗晨前呢 半個小時 這個洗四分之四分之一個小時 半個小時呢 三有四分之三個小時的時候呢 就要停了這個Heparin的了 那那些機呢 可以幫我們教導的 它自動呢 在這個時間裡面 就會停了它 那我們這個一個圖呢 就顯示呢 我們落藥的時候呢 由本身的Base Line 我們落一針Bolus的時候呢 一去呢 就會去到那個 Therapeutic Level的了 就不會Clock Level 但又不是太高 這樣來到的時候 跟著我們給個Maintenance呢 就是Keep 著去Constant Level 這樣這樣 然後半個小時前停呢 就減低它 就是這樣這個技術 好啦 那我們呢 要達成這個技術呢 我們都有一些方法的 那我們當我們呢 落Heparin的時候呢 我們要Sufficient Saline Flushing 衝好一點 衝好一點 衝好進去 這樣呢 等它下紋全身 那最好呢 下紋全身這個時間呢 要等三分鐘 然後才開始這個HD的Treatment 那跟著呢 你要記得給個Constant Infusion 記得開機 要記得呢 開了一個Clam 要記得呢 要記得呢 Prim好那條Heparin Line 這樣這樣 那以至到呢 它一開機的時候呢 那個Maintenance 立即開始給的了 這樣這樣 那這樣 那每個人呢 不同的時間呢 都有不同的需求的 那你見到它有 有一樣的時候呢 要有Dose Adjustment 要再檢查那個Clocking Time 那用這個Heparin呢 我們都用了很多年了 都用了八九十年了 是的 那它呢 其實是很safe的 但是呢 它都有一些的好處和不好處 它的好處呢 剛才我講的呢 就是它的Half Life很短 半個小時 至兩個小時 另外呢 它有Antidot 它有解藥的 有Protamin Protamin呢 如果你覺得呢 下得太多了 你想即時減低它的作用呢 你可以打一個Dose的Protamin 那它有便宜的 那它不好處呢 它就會 因為它Systemic 所以它會令到有出血 它也都呢 有這個副作用呢 就是會有骨質疏鬆 還有有Liquid的積聚的 那它也都呢 會造成這個Half Life Induced的 Chrombocytopenia Protamin 低的 如果不能下 也都會有Allergy的 那所以呢 又要是Constant的Monitoring 那樣呢 整天看著它 那呢 那呢 那這一個 另一種的Half Life 我們叫做 Low Molecular Weight Half Life 這一個呢 就是 多數是Syringe Filled的 那它是新一代的發明 新一代的發明呢 總之它的好處呢 才可以 流入市場龍 是的 它的作用呢 就是在那個Factor 10 變成Factor 10a那裡 那裡 那裡多一點的 就多於在Antiflopin 3那裡 那裡 那裡的 所以它的Site呢 是 左外去呢 就是少一點的 那它呢 那它呢 是提煉出來的 那它的Molecular Weight 是比原本的Heparin 是小一點的 就 就 就 那就是 剩下Factor 10a 大部分 是Factor 10a的Inhibition 那 但是那個Half Life呢 就比較長啦 1.3到4.5個小時 所以呢 如果你洗腎4-5個小時 用這個Low Molecular Weight Haparin 是不是可以呢 那開始的時候 打一針就可以了 就不用 給Constant的Dose H 這樣 那這個是方便 那什麼 改良了呢 那些技術呢 那就減低了Nursing Workload 那這樣呢 因為它Inhibition少一點 所以它有少一點的出血傾向 那這個都是 是不是很弱 那它的優勝之處呢 它就少一點 Phobocytopenia Hypercholesterolemia Osteoporosis 這樣子 開始的時候可以給 那雖然它貴一點 但是呢 它減了什麼power 那它那個 但是它的Longer Heart Life呢 可以是好處 也可以是不好處 可以洗完腎之後呢 它有影響的 它會 如果有出血傾向的人呢 洗完腎之後才會出血 這個叫做Inter-Dialactic Reading 也都呢 在Backside的Test呢 是沒有的 是沒有方面 是在Laboratory 我們Test一個Factor 10A 就不是Dating Time Coming Time 那現在市面上高呢 我們有不同的Pairin 就是Long-Blocker-Way-Taparin Tinsil Pairin 一個多小時 所以洗腎 如果洗四個小時 一個多小時 可以不夠用 這隻不夠用 但是它是可以減低出血傾向的 有些人可以在中間加多一針 第二是Second Dose 用這個藥 其他那些呢 Half-Life 2至4個小時 那我們就比較一下 就是Half-Aralin 和No-Molecular Weight Half-Aralin 的好處 好不好 Half-Aralin 的Molecular Weight 大一些 它原本便是這麼大 No-Molecular Weight 就減低 當它在藥物製作的時候 Inhibition effect,就是Heparin activated animal from B3 進而影響Factor 2,9,11,12 No molecular weight,Heparin較多Factor 10A Half-life,Heparin短些,No molecular weight長些 測試,Heparin可以控制,APTT、ACT等 No molecular weight,Heparin就是Factor 10A BD-risk,Heparin較多影響Intrinsic Cooperation Factor No molecular weight,就是Factor 10A 現在我們講一個情況,就是Tight Heparinization 即是Moderate reading risk 你下得多,它又會出血,那就下少一點 下少一點的原則是怎樣呢 就是Heparin,我們就下500,Bolus 500 就是Maintenance 500至600 就Keep activated clotting time到1.4 剛才那些Systemic,我們去到1.8都有 這個比較少些 但是下這個藥的時候,雖然是增加,下了少許Heparin 它的 clotting time是加到,加到一點 但是它也有可能是不足夠的 可能它不可以洗很長 有可能去某個時間它會鎖 所以這個應該要留意,需要有closed monitoring 下Low molecular weight,Heparin都可以 這樣你可以下一半,15%of standard dose 平時Clessing下0.4mL的話,你就下0.2mL 這樣就下半,這樣就要留心 另外一種叫Regional anti-coagulation Regional的意思就是你在extraconcal system 減低它的3D tendency 去到Patient的時候,那些人不受影響 有兩種方法 有一種叫Regional Heparin 另一種叫Regional Citrix 下不同的藥 Regional Heparin就是 Heparin就是在Arterial line Arterial line就是出血的那條血管 那個位置,就下Heparin 當它經過口管,人工腎的時候 它就充滿Heparin 在Clinetown會提升 在E-line進入患者之前 是下Antidote,那隻是Protamine 這樣就有數可以的 大概10mg的Protamine Sulfate 即是可以Neutralize 1000至14個Unit的Heparin 這樣就計數 計數下 但是它一路,這個洗腎的時候 不能洗得很長的 因為Heparin和Protamine 的Catabolization是平坦的 所以你做一下做一下 它有可能就是A和V的Corting Time 兩個都很長就可以,兩個都很短就可以 這樣 因為我們要檢視A site和V site A site出血的時候 就應該在病人身體裡出來 那Corting Time 就應該是Normal Corting Time 如果入境Extracopro有血的時候 V line就應該是反映外面 Extracopro的系統 就應該是足夠,夠長的Corting Time 但是有時候兩個都可以一起長,兩個都可以一起短 就不知道Protamine太少還是Heparin太多 所以這需要一個電腦的Program 你進入去 進入這兩個Data進去的時候 去看走勢 它叫你加Heparin或者減Protamine 然後另外一種就叫Returnal Citric 剛才我們講到Factor 3 Calcium Iron 就是在Corting Time裡面出現過的 如果我們控制那個Corting 血裡面沒有了Corting 它都是一樣是防止Corting的 所以這個方法就是 雙Extracopro那些血的Corting Bind去 它就不會Corting在外面 我們在A line 在A line的時候 就是落這個Tri Sodium Citric 落Citric Citric就會Bind with Calcium 變成Calcium Citric 是不是 是的 那麼Data line 最好不要用Calcium 不要影響到它入到血了 那另外呢 在V line的時候 reverse 就用Calcium Chloride 就補充人體的Calcium 下去 是的 那這一個圖 那這一個圖就顯示給大家看到了 在一個 在一個病人出來的這個血的時候 在這裏就落這個Citric給它了 那樣呢 你這個Dializer 有0個Calcium 那樣呢 它有Citric 有Bind with Calcium 它這個就不會Corting了 那回去的時候呢 就Infuse Calcium 給個Patient 那Patient呢 有足夠的Calcium 在身體裏面 是的 那就是這個原理 它的好處呢 就是呢 它可以做得到 Cor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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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Corting 也都不需要受影響 你可以快可以慢 那個Filter呢 那個Dializer 也都可以用得很久 是的 那這個食儀呢 用在ICU的Patient 用在很長時間的透析 也都呢 減低這個Binding risk 但是那個不好處呢 也都有很多的 你要呢 很準確呢 是 monitor Blood Calcium 如果 你不夠呢 就有Systemic Hypocaremia出現 Hypocaremia呢 會令你抽筋 Cardiares 那樣 那另外呢 你呢 也都會呢 令到呢 有Alkalosis 你的Corting Calcium 那個Complex呢 這個Metabolized 變成Bicarbonate Bicarbonate 太多呢 會變成Alkalosis 如果你 下得太多 那另外呢 這個Trisodium Citric呢 也都會引致 這個Hypernautremia 那另一方面 又會Acidosis 用這個方法 因為呢 你的Corting 身體裡面 是靠Liver 呢 是要Break down的 如果Liver不好呢 不夠快呢 就會Acidosis 那 如果Electral Imbalance 呢 就會有Cardiares 這個都很危險 所以呢 又再納到另一種 如果Bicarbonate 不如用Hebriin 3打 你吃吃吧 不要下Hebriin 不要下Hebriin 都可以的 都洗到的 都Effective的 那 我們用在什麼 Patient呢 Active Bleeding Gi Bleeding Tameragic Bericarditis Surgery 或者Hebriin 或者Hebriin Tameragic 或者Phomocytopenia 的患者 我們都不下Hebriin 那技術是怎樣呢 首先呢 可以做Hebriin rinse 這個Extracorporeal system 就5000個Unit的Hebriin 就放在一個Litre的NS那裡 就把Extracorporeal system 就prime一次 讓它Hebriin coated 然後呢 洗之前呢 就用Hebriin 充回那個System 將脫出來的Hebriin 充回出來 如果黏緊的那些 就不會脫了 這樣 這是想法 這樣就盡量 不要讓Hebriin 入到個Patient身體 但要黏到那些Hebriin 在那個Bug Line 那Liveau rate 就一定要很快的 高於150 甚至去到200 這樣才是理想的 你太慢呢 很快Clock的 這個方法 那也都呢 你要按時候定時 去充回System 因為那些血裏面 很多Clocking factor 一積聚得多 那Taskate一出 它就會Clock 那你定時15分鐘 去充回一次 定時15分鐘去充回一次 那充走那些Clocking factor 充走那些Vibrant的Formation 那你就可以洗爛一點 那你就可以洗爛一點 這個圖本來是一個Video 這個遲些上網看 就是一個 我們怎樣做一個 在洗腎的時候 做這個Clocking Flush 每15分鐘或過小時 充回一次 都是充走那些Clocking factor 那這個不好處有什麼呢 好處就是不會Clock 就是不會Dating 不好處呢 它最少5%是Complete Dial Arts Clocking的 很快的 你只能夠洗得很短的 3至4個小時 有些人2個小時都Clock了 很困難的 那你想又要洗Tossy 洗毒素 又要洗水 那你都未開始做得到的時候 那已經失敗了 都有 那這樣呢 如果你的Clocking呢 就會令到有Bird Loss 那如果你的程序洗腎的時候 它要輸血 或者給一些Lupid Emulsion 你加這些下去的時候 更加加速它的Clocking 所以幾困難的 那有時呢 除了Clock那個Extracopal System之外 Clock了那個Central Line 那些Catheta 或者你的Axess 都會Clock了 那這個很困難的 那另外呢 我們定時這樣去Fush它 那它也都有Unwanted weight gain 你想抽些水出來 但是你呢 不停地要沖一些水進去 那所以呢 這個也都有一定的技術呢 才可以做得到 那做的時候呢 所以要注意了 Volumn of Sina Administration 呢 一定要呢 是計算數 拿回 在UF那裏呢 拿回去出來 除了它的Game Rate之外呢 你都要計算 你整個過程呢 要沖多少水進去 要加回這個 有時大到你那兩三個小時 你的Dialyzer 是負航不了的 那你要留意 那就是如果 你想去 沒有那麼快Clock呢 你在中間 兩個小時的時候呢 做一個Prophilactic的Change Dialyzer 和Budline 因為它已經是充滿了 那些Hotting Factor 你整個抽換了去 整個System換了去 換一套新的 雖然是貴一些 但是呢 它幫到你呢 餘下呢 可以再完成多兩個小時 那這個也是個方法 那另外呢 你還要留意 很留意 Clock Monitoring 那個AV Pressure 它幾時開始Clock 你要很留心 你要知道呢 它隨時可以Clock的 這些方法 那這樣呢 那現在呢 就另外一個方 Heparin 3呢 就 有一些 有些 的Divice 可以幫我們 就是Heparin Graph 就叫Dialyzer 然後呢 它做的時候呢 它呢 就 放一些 Heparin Graph 在Membrane 那裡 Dialyzer 那這個呢 不會掉的 所以 Clocking 一定不會發生 在Dialyzer 那裡 因為呢 它是一個 Multipoint Ionic Graph 然後呢 我們這一個呢 都仍然要Aurlid的 Winster to check clotting inBudline Budline 暫時沒有技術 就Heparin Quoted 所以你的System Dialyzer 是Heparin Quoted 但是Budline 是沒有的 所以Budline 都會Clock的 所以你都要定時 定時Aurlid去檢查它 如果你檢查 你檢查 你檢查到A-Line 或者B-Line 會Clock 你就換A-Line 你換B-Line 那就不用換Dialyzer 這個都是 Dialyzer 那這種Dialyzer 是貴很多 但是呢 就幫到我們 可以在Heparin Free的情況之下 可以做得好一點 那這一個呢 就是它 這個製作的時候 它有很多Membrane 在Heparin裏面 就製作了一層 Heparin Layer 這個呢 就是Special Absorption of Antifrombin Free 這樣 等它黏了很多 Antifrombin Free 在這裏的時候 它們兩個會黏起來 Antifrombin Free 和Heparin 一黏起來的時候 它就會做Anti-Clocking 這個就是Heparin 的技術 所以普通的Membrane 它和Antifrombin Free 的Absorption 是少很多 在這個Heparin Graph 和Antifrombin Free 的Absorption 是高一點 所以從而呢 可以幫到 減低了Protting 另外第三種 Heparin Free Dialysis 就是N-S Predilution 就是在Heparin 那個Saline Arm 那裏 即是病人的血 癌出的時候 我們做一個 用一個Plum 拿些Saline 做這個Predilution 即是滑出去 把血稀釋了 讓它沒有那麼容易 在外面那裏 我們這樣做法 亦都可以等它的系統 而且它沒有那麼容易 你那個透析的時間 亦都可以增長 但是這個一樣 要做Periodic rinse 半個小時 或者一個小時 你都要去看System 沒有Record 你都要留心 什麼時候呢 所以要換喉 用Dialyzer 好了 這樣就 講到那麼多種的方法 用Heparin 我們也都要懂 一些Clotting Time Test 我們才知道 究竟我用藥 對還是不對 夠和不夠 這樣 那當一個病人 開始洗腎的時候 它應該落Heparin 落多少Heparin 如果用Unflussionated 有得檢查的 那當一個病人 轉症的時候 它有Inflexion 或者它瘦了 它肥了 它的需求都不同 那有的時候 定時 都要做這個Clotting Time Test 另外每一次洗腎的時候 我們都要做一個Visual Observation 在Extracorp 我們看AV Pressure 看它的顏色 都可以留意到的 各種不同的Clotting Time Test 這裏介紹幾種 我們有這個APTT APTT 就是 Whole Blood Partial Fromoplastine Time 亦都是將 用一些Reagent 加快 那個Clotting Process 這個 就在LAP 做比較複雜一點 它就會 Test到 Factor 12 10 5 2 這些Clotting Factor 就是 Normal Value 25至35 的Sect 主要是 Detect Abnormality in Clotting 你缺乏 缺乏哪個Clotting Factor 這個方法 亦都可以 測試 這個Helperine的Effect 下了之後 它增長了幾多 這個就不影響 Extrinsive Helperine 另外一種 我們最常用的 Activated Clotting Time 這個就是 我們的Best Time 可以做到 在Reno Unit 你可以買到 機器 它一樣 用Activator 去加快 Clotting Process 亦都是 去檢查 Effect Helperine Normal Value 90至120 的Second 但是 它那個 結果 就會被什麼影響 你做人 做的人 的方法 手勢 披了它多少 病人 或者它那個 Temperature 那個人的Temperature 你的機器 Temperature 都很大影響 結果 所以這個要 技術 才能做得到 準確性 所以做的時候 就一定要根據 Manufacturer's Guine Line 去做 另外一種 就比較舊式的 叫做The White Clotting Time 這個方法 就是不下 Acelerance 不下任何的 這個 Reagent 這個 就是用一個 Glass Tip 落0.3至0.4的血 等個Glass Tip 在一個穩定的 Temperature 那裡 在那裡 在那裡 在那裡動的 就等同 你那些血出來 Dialyzer Membrane 那些血液 那些血液 刺激的時候 引著 Clocking 那個時間 所以 這個 反應很真實 但是 如果你下了藥 你個人的Clocking Time很長 Dialy Clocking Time很長 可以去到二三十分鐘 它就一路轉 二三十分鐘後 它才畫到 結果給你聽 所以是慢的 如果ACT加了藥很快 你看到它 原來 它的藥效這麼大 它立即會改 改一個Dose 但是這位 你就要等到 Mesure到 Clocking Time 你才可以改的 比較慢些 所以現在 比較少用一些 這個方法 好了 我們講到 其實我們可以 在洗晨的時候 我們靠觀察 我們都可以 多少 我們都知道 那個病人 現在的 凝血的時間 情況是怎樣 Visual Observation Inspection 你可以 每次洗完腎的時候 你查一下 喉管 A-Chamber V-Chamber 有沒有Clock Dialyzer Handler 頂上 有沒有 Clocking Rain 那些Dialyzer Membrane 有沒有 C 是阻塞 你便可以知道 大概 它是 夠還是不夠 如果很乾淨 有反應它夠 或者反應它過多 如果是Clock 有反應它不夠 還有 我們都有很多 Pressure Monitoring 在A-Site 有A-Line 的 Pressure 反應它出血 夠不夠 在V-Site 我們在Dialyzer 之後 入血的位置 測試它的力 度數 力量 入力量 夠不夠 所以 如果 Dialyzer 開始Clock的時候 你的A-Chamber 開始Clock的時候 它的A-Pressure 可以增加 因為它 吹血不夠 它老了 有塞 V-Pressure 很低 因為它沒有血過 沒有血過 它的V-Chamber 所以V-Pressure 會很低 所以我們看的時候 我們看 度數都有意義 如果 在V-Chamber 或者Venus 這裏 有Clock 會造成一個 Sucking Trival Pressure 增加 同時V-Pressure 都會增加 因為它 前路有阻塞 前路去路 所以V-Pressure 會高 所以我們觀察這些 我們都可以知道 它開始Clock 說了那麼多種 我們應該選擇 普通Haparine 或者 No Molecular Weight Haparine 或者 Visual Haparine 或者Haparine Free 這一種 完全是看 你的Center 的Availability 有些人覺得 想省錢 就用很多Haparine 有些人覺得 給多些錢 都可以用 No Molecular Weight 可以這樣選擇 也要看你有沒有 這個器材 去做Clocking Time 如果你用Haparine 亦都是講 這個Course 有些人 但是 如果你的Haparine 說便宜 其實你都用了很多 Man Power 都可以這樣計 還有你用Haparine Syranger 要Close Monitoring 這樣 你可以Balance 你的Center 需要 也有Patient Factor 就是病人 有沒有Contract Indication 他可不可以用 這個Coaculation 或者他有 這個Medical Problem 有沒有Balance 是嚴重 還是很普通 我們去選擇 所以聽完之後 你會很Puzzle 用好像很危險 不用又很困難 所以都沒有一個很完美的方法 有用不同的藥 都引致不同的問題發生 所以一定要 姑娘這個部份 是很小心的 我們很重要的位置 來到全程的監察 防止他出血 或者防止他血凝固 所以這個就說完了 如果你用得好 那你就煮到叉好菜 用得好 你就弄傷了別人 又弄傷了自己 就是很麻煩的